今天晚上到元宵 这个北天灯南风炮 刚和我们报道 这个北天灯的小兔崽 这个银亚这个天灯 最后没有放起来 但是不影响今天 北台湾夜空的美丽 其实我们来看的是 台南盐水风炮 今天太壮观了 有30多万风炮 一起这个炸开来 我们连线记者 张信瑜他的报道 好主播 众手瞩目的台南盐水风炮 是在今天晚上终于登场到 重头戏是在晚上的盐水国中 不过呢在6点的时候 在5庙这边呢 就已经有相当热闹的 活动了 尤其呢在6点半的时候 是进行了相当漂亮的烟火瀑布 还有这个风炮的释放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非常漂亮的画面 好的可以看到 这两条烟火瀑布 真的是相当的漂亮哦 而另外呢 可以看到了这个风炮 是在6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万炮骑射了 现场中画面呢 是相当的壮观 尤其呢今天元宵节 又刚好碰上了西洋前节 所以在台南盐水这边呢 是涌落非常多的游客 大家都来这边 抢着体验风炮哦 就是因为呢 一年一度的台南盛事 盐水风炮 在今天晚上呢 是要正式登场了 所以呢许多民众 都已经来到这边 来抢着体验到老泪哦 就是要来体验这个 雷烘跑的热闹气氛 尤其呢是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台南盐水 是不是已经 涌入了相当多的民众 风炮城外头呢 是围着满满的民众 通通都是要来体验 这个刺激的风炮的 而在少晚的时候呢 在盐水国中 也会有主炮城 龙马精神 马斗成功 关公其赤兔马的 风炮城要来释放哦 相信民众呢 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以上呢就是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